我有办法生这个小孩子 不管在怎么样苦 我一定要成者 从印尼远嫁来台的安娜妈妈 身兼多职抚养孩子 虽然生活辛苦 但热爱烘焙的她 参加加福基金会的脱贫方案 不仅考取中餐丙级执照 还获得新住民创意美食料理竞赛第二名 更担任翻译协助新住民 我来加福的之前 觉得自己过得这么辛苦 但是我来加福之后 比我更辛苦的人 所以我觉得我没有什么辛苦 我会觉得明天会更好 家福基金会帮助的家庭类型 以单亲妈妈最大宗超过半数 双亲照护占21% 单亲爸爸13% 隔代教养大约11% 其中家庭照护者多以女性为主 有做过早餐店的工作 然后也有去朋友的美法店帮忙洗个头 然后也有去菜市场帮忙 就是可能卖个东西 然后回家可能就是拿那种家庭代工 然后可能就是在家里用一些电键类的东西 以家福来讲就是8成5的家庭 它其实是女性撑起了一片天 这些比较低色金的家庭 同时都是那种非典型就业 也就是服务业 在疫情之下呢 他们的工作就变成时有时无 对家庭的收入是造成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全球通膨严峻 经济弱势家庭 连基本开销都难以支应 江湖基金会明年举办干苦生活节 希望社会大众别忘了这一群 在社会基层努力的弱势族群 给他们多一些支持 大约新闻 叶宜林台北报道